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才是女明星里的生徒杀手 没有美颜滤镜,反而显年轻 从迪丽热巴的生徒来看,虽然不说脸蛋像鸡蛋一样光滑 但是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瑕疵的 没有明显的法令纹,也没有明显的痘痘肌 皮肤状态好的像是20岁 包括身材,在没有P图修饰的情况下 也一点都没有走样的痕迹,依旧很是欠瘦单薄 因为出席的并不是很盛大的红毯场合 所以迪丽热巴所选的服装单品 也仅仅是有那么一些亮点 但是整体还是比较偏休闲的 其中上衣是很接地气的纯白色卫衣 搭配的裙装则是整体造型的亮点 是一款很是罕见的巧克力色皮裙 轻松秀出大长腿 A字裙的版型虽然简约也好搭配 但是还是需要结合面料来看的 像是迪丽热巴穿着的这一款A字版型皮裙 就不是随便哪个女生都能穿得好看的 皮质面料的单品 只要稍微修身一点都特别容易显胖 而A字裙在腰臀部分 其实相对还是比较修身的设计 所以就不太推荐微胖女生选择 穿上特别容易显得臃肿 除此之外 针织面料的A字裙个人也不太推荐 因为针织面料是特别软弹的存在 就算选择的裙子版型是宽阔的 但是穿上身的效果可能还是相对比较贴身的 A字形和纸版型的针织面料裙装 穿上身之后大概都会是包屯裙的效果 并没有太大区别 简单来说 A字裙要想支撑起上窄下宽的版型 并且保证穿上身之后是不贴身的效果 那么需要建立在裙子面料是足够厚实的情况下 才能够支撑起直版型的A字裙 较为轻柔的服装面料 可能更加适合设计成白者裙版型 通过褶皱堆积才能够支撑起宽阔的裙摆 像是迪丽热巴穿着的这一款白色A字裙 版型上相对就立体很多 能够明显看到宽阔的裙摆 和大腿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穿上之后就不会太贴身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利用A字裙的宽窄对比效果 通过视觉误差 让大象腿看起来纤细不少 A字裙之所以受到大多数女生的喜欢 就是因为这款裙装藏肉的效果特别好 它的藏肉效果实际上也是利用了 视觉上的宽窄对比效果 宽阔的裙摆版型 只要保证是不贴合腿部线条的 都能够衬托的腿部更加纤细 这样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 就算是腿粗的女生 也可以放心地穿着A字裙 其次在穿着连衣裙版型的A字裙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点就更多了 要保证A字裙上窄下宽的版型 那么服装必然是少不了收腰设计的 光是依靠服装剪裁可能还不够看 像是迪丽热巴的这款裙装 仅仅只是腰部剪裁的修身了一些 但是还不足以穿出明显腰线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